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麻 也不太辣 好吃 好学 黄金香辣蟹的原料有 肉蟹 鸡蛋 番茄沙丝 早餐奶 蚝油 料酒 红油 味精等 现在我们请王少刚师傅解密这黄金香辣蟹的美味秘诀吧 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王少刚王师傅给咱们解密一道菜 叫做黄金香辣蟹 这个季节咱们北方的好多朋友也爱吃这个 但香辣蟹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这期节目是由猛油早餐奶独家赞助播出的 做好黄金香辣蟹 选蟹很关键 冬季选蟹有什么窍门吗 下面我介绍一下 这是肉蟹 这是在产自于咱们国家南方的肉蟹 它一年四季都有 咱们在北方冬季运输过来以后的肉蟹 咱们怎么挑选呢 一般主要是先看它活蹦乱跳 爪子 然后再看它眼睛 对 再看一个眼睛 这有事像王少刚师傅的眼睛那样 眼睛在发亮 在一个壳咱们擦过以后也非常的亮 还有一点看它是新鲜不新鲜的 是不是刚上市编点它就算了 一定要是 特别实时得在 有的蟹养的时间长了 在咱们北方 消失时间长了 它发布蟹入瘦 好 这拆完了 拆的时候我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王少他拿这个刀背 把蟹钱砸一下 它便于吃 也便于入味 怎样将普普通通的肉蟹 做出颜色红亮 口感酥脆 酸甜微辣的黄金香辣蟹呢 王师傅总结出三次入味法 首先是初次入味 来一点盐 其实这蟹的东西它是很鲜的 对 喝一点料酒 喝一点料酒 去去它的海腥味 对 去腥味 这能撒上一点干淀粉 待会儿过油 有时候酥脆 这样拿出来 其实香辣蟹这种做法 因为王小刚王室 我擅长做东南亚菜 我也去过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做蟹 有一种做法 就很接近这种做法 它是用的咖喱 东南亚是善用咖喱 我们这是用蒜蓉和辣椒酱 传统香辣蟹做法是用大量的辣椒麻椒 炒得非常的辛辣 王师傅是如何改良成口感微甜微辣的呢 咱们制这个炒蟹酸辣酱 酸辣酱 对 先加工它 咱们选用的是市场卖的美人椒 美人椒 因为它不是很辣 对 但营养价值也不低 对 不含维生素 切碎 破不掉 下面开始炒制做馅用的酸辣酱 这个酱我们用的是美人椒 还有蒜蓉 你看倒多少油 可以了 油温 有一点就行 对 油温是肥的 对 你看这油很快的 就浸泡了 炒出逢得了 你看这个辣椒有点像剁椒的 对 在家里也可以用剁椒 对 香菜也可以用剁椒 可以用剁椒 对 香味出来了 蒜蓉 再加白糖 可以了 不用煮了 加上白醋 白醋 酸辣 酸辣微甜 对 这个底味 东南亚的这个艺术 好 下面就开始炸螃蟹 好 烧热锅 烧热锅 这油可以宽点 对 这油温达到几成 达到七八成就可以了 就有点清烟四季 对 因为咱们也需要油温稍微高一点 对 炸出来的螃蟹它比较酥 对 一下就炸住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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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温度可以了 好 我们先把蟹盆炸一下 放入蟹肉 让它炸透 对 表皮就酥 对 可以了 行 好 下面咱们开始炒至 来 点火 点火 蟹炸好后 用到了王师傅三次入味法的第二次入味 就是炒出味 番茄酱 番茄酱 对点料酒 料酒 炒透看 番茄酱炒透 炒出红油 对 attacked 炒透 炒 trout 做一点蚝油 蚝油 这空气当中有一种甜吃吃的在吃 对 下一点老抽 老抽 嚼着颜色 咸鱼了 然后下入螃蟹 下一些汤 再搁一点盐 二几加盐 稍微搁一点就行 但是我们这个主角还没有登场 好 搁上咱们自制的酸辣酱 烧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对 咱们先摆进去 味道已经居进去了 好 咱们摆糖 王师傅 咱们这个黄金香辣 记得黄金还没上 黄金马上就登场 就是咱们的蛋液 再加一点猛牛早餐奶 早餐奶 这是为了咱们口感 这样的话奶和蛋液混在一起 在汤汁里头 非常的如何 蛋液打入 如果您还是担心过了 王师傅三次入味法的第三次入味 就是调柔味 加入了蛋液和早餐奶 柔和口味 最后再打一点红油 好 先丰和味精 然后味精 味精少许 来 谢谢王师傅 王师傅 黄金香辣蟹 现在帮您回顾一下这道味道鲜美的黄金香辣蟹的制作要点 用辣椒 番茄沙丝炒出一份香辣酱 蟹切块入底味炸成金黄色 将番茄沙丝炒香后放入炸好的蟹 倒入香辣酱炒匀 最后加入蛋液早餐奶 柔和口味 花上大概30元就能吃到口感酥脆 酸甜微辣的黄金香辣蟹了 山东甘炸丸子外焦里嫩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明天我们就请来了非常擅长制作山东菜的区号大师 为我们解密山东甘炸丸子中的美味密码